明天就是9月1日開學日 不知道大家的情況會不會跟我想當年一樣呢 晚上錄了幾個鐘都睡不著 放了個幾月暑假 每天都晚睡晚起 最後到我睡著的時候 就是我要起床的時候 賴床就是我從小到大的習慣 到最後賴賴賴賴賴 由原本預算過幾鐘頭出門口 變成只剩下三四個字 就要趕著出門口 不過也難過不了 由於經常賴床的習慣 所以我都已經連成了9秒9 極速洗臉塗牙賴賴賴賴 閉上邊你望望快鏡 發覺自己 畫個樣又殘又累 昨天睡得過幾鐘 眼袋和黑眼血什麼都出來了 我想發少少妝 讓我看上去精神一點都沒放瓜 我們要用這支BB Cream 遮一支黃豆的份量 在手指上面再觸開 用手指全面引開 手指的溫度可以令BB Cream 更加貼覆我們的皮膚 看上去就會透薄 沒有那麼容易被人發覺 還在上學 你的頭髮應該是黑色 所以這次我會用灰色的眉筆 在眉毛之間的位置填補就可以了 眼線的部分 我們不畫內眼線 不畫外眼線 我們畫上睫毛與睫毛之間的中眼線 少少把睫毛根本填密就可以了 今次的照片 不要被人發覺化妝 但看上去眼睛又大一點 精靈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在睫毛上著手 用你自己認為最根根分明的睫毛膏 塗在睫毛上 我們再把手指 把多餘的黏走 這樣看上去眼睫毛 自然得來 又會有放大眼睛的效果 最後我們拿這支Lip Tin 放在嘴唇的位置 你看到現在質地 是比較水狀 水質一點點 但我們拿手指 將它印開之後 看上去的效果是很自然 好像是你本身的嘴唇 紅潤的效果一樣 我們再拿同一支Pin 放在面珠的位置 就可以當作胭脂去使用 效果一樣很自然 有白淚糖的感覺 最後我們拿粉餅定定妝 容易出油的T字位 以及眼底的位置 薄薄地掃一層 整個妝就完成了 相信妝不需要十分鐘就化好了 看還有少許時間 不如檢查袋子看看會不會大漏呢 好 我們一齊來檢查一下袋子裡面有什麼 身為一個學生 又怎麼可以沒有筆盒 或者筆袋呢 我喜歡用筆盒多些 裡面一支原子筆 一支禁心筆 和一支桃果液應該都夠了 鎖匙 無論是外出還是上學 你都需要戴的 因為我的嘴巴很乾 所以我一定會戴潤唇膏 還有就是女生一定要戴紙巾 卡住戶 裡面有什麼呢 一支白達通 因為你吃飯 乘坐車都要用它 還有就是學生證 不過我不知道是否上學之前 就有還是要上學才買的 你不知道 還有少許錢 因為你不知道要買什麼 最後還有一樣 一定要記得大 就是你的暑期作業 你做了整個暑假 如果你忘記大的話 別人就一定會覺得你是沒做的 對不對 所以記得一定要戴紙巾作業 放了一個多兩個月的暑假 大家是時候收拾心情 專心自己的學業 用心機上課 千萬不要上課的時候 偷看我這條影片 今次的分享是這裡 我們下次見 Bye